那时候才17岁 她的时候拍到我肩膀上拍了三下 拍了三下 那天我就跟她一起回去了 过完年二月份 二月份就结婚了 现在我才知道她当时肯定是放情谷 中了她的谷就一心一心要跟着她 湘西京县诡异苗寨 寨子里的男人个个都会下情谷 更有人凭借情谷娶了两个老婆 女子一旦中谷 就会死心塌地地跟着对方 这种连科学都无法解释的现象 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视频里的男子名叫马金辉 是这座苗寨的寨主 别看此人戴着一副阴阳眼镜 其貌不扬 可她却娶了两个老婆 靠的就是传说中的情谷 她的第一任老婆龙元香 虽然看起来平平无奇 可她年轻的时候特别水灵 是大家公认的苗寨一枝花 追求者数不胜数 马金辉就是其中一员 可她当时并没有当上债主 长相一般家庭条件也不富裕 根本没有竞争优势 眼看龙元香就要被别人抢走了 马金辉急得团团转 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 她决定放情谷 结果真的把心上人追到了手 龙元香和马金辉生活了十几年 这才后知后觉地反映了过来 自己好像中了情谷 龙元香表示 自己当年只有17岁 那天正在赶集 回去的时候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 马金辉正好打着伞送自己回家 结果她在半路上 对着自己的肩膀拍了三下 然后问自己愿不愿意跟她回家 龙元香被拍之后仿佛中邪一样 对马金辉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好感 当场就跟她回了家 两人相处一段时间后 很快就举行了婚礼 龙元香当时并不知道自己中了情谷 反应过来后已经过去了十多年 可能有人会觉得 只是朝肩膀拍了三下就能抱得美人归的话 那天底下岂不是没有光棍了吗 而龙元香的表现更像是一件钟情的小女孩 本来让人相信她中了所谓的情谷 此时有村民站了出来 声称马金辉确实会情谷 因为她娶了龙元香之后 又依靠情谷讨了一方小老婆 视频里的女子名叫龙香英 她就是马金辉的小老婆 比马金辉小了整整十六岁 按理来说龙香英长得也不差 还处于风华正茂的年龄 为什么要嫁给已经结过婚的马金辉呢 专家百思不得其解 寨子里的村民也都非常纳闷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 马金辉再次使用了传说中的情谷 这才第二次抱得美人归 而龙香英也亲自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感觉走在路上 他拍我的肩膀三次拍三次 也不知不觉 就好像对他产生那种很好的那种 他去那里就跟那里 他对你放了情谷是吗 嗯 好像是 你当时就跟他回家了吗 嗯 你敢相信吗 视频里的女人只是被拍了三下肩膀 就跟着对方回了家 甚至在对方已经结婚的情况下 心甘情愿当起了小老婆 这种离奇的现象 发生在湘西的一座神秘苗寨 这座寨子里的男人掌握了一种神秘巫术 可以轻松追到心爱的女子 专家深入调查 却发现这种现象就连科学都无法解释 情谷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就在马金辉得意洋洋的炫耀自己的两个老婆时 专家提醒他按照我国法律规定 一夫二妻涉嫌重婚罪 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马金辉身为一债之主 难道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吗 没想到的黑黑一笑 表示自己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只跟大老婆领了结婚证 这与小老婆龙湘英则是名义上的夫妻关系 也就是说他们的婚姻不受法律保护 龙湘英对这一点非常清楚 可他却是这样说的 事情发展到这里 最让人好奇的就是秦谷了 专家为了调查秦谷背后的真相 对当地村民进行了走访 村民声称秦谷虽好 可学习难度非常巨大 学徒首先要跟着师父学习两年半 等师父同意之后才能放秦谷 而且学秦谷之前要先学规矩 还要主动放弃普通人的物质享受 也就是一辈子当个穷人 最为重要的就是 秦谷可不是随意就能放的 一般只有二三十岁尚未娶妻的男子 或者身患残疾讨不到老婆的人 才能释放秦谷 秦谷虽然听起来非常邪乎 但实际操作却很简单 首先要在大清早的时候 找一根一寸多长的棍子 然后对着棍子念一段咒语 将它放在女孩子的必经之路上 只要女孩从棍子上跨过去 下过的人就要迅速拍三下她的肩膀 并且说上一句 阿妹你跟我回家去 此时女孩只要回头 她就一定能够中招 接下来就会乖乖跟着下过的人回家 这招虽然很灵 却不能灵一辈子 所以男方要想跟女方好好过日子 还得看两人接下来如何相处 如果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两人依然能够合得来 那生米也就煮成熟饭了 自然能够踏踏实实白头偕老 当地人还声称 秦谷的下过过程虽然简单 但最重要的就是那段咒语 可当专家询问咒语的具体内容时 村民们都闭口不谈 难道这一切只是骗局吗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时 一名巫师站了出来 亲自掩饰了下情谷的全过程 湘西京县诡异苗寨 寨子里的男人各个都会下情谷 更有人凭借情谷娶了两个老婆 女子一旦中谷 就会死心塌地地跟着对方 这种连科学都无法解释的现象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面对专家的种种疑惑 寨子里最有名的巫师麻漆 为大家演示了释放情谷的全过程 只见他拿着一根竹棍比比画画 然后将棍子交给了一名小伙子 将竹棍放在姑娘的必经之路上 等姑娘跨过竹棍之后 小伙赶紧跟上去 朝着姑娘的肩膀拍了三下 紧接着邀请对方跟自己回家 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这名姑娘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更没有跟着小伙回家 这一切看起来仿佛是一场演绎 还没等专家发出质问 麻漆率先表示 自己并没有将咒语完整念出来 毕竟这只是向大伙展示一项 没有必要动真格的 否则人家小姑娘的名声可就不保了 就在专家询问咒语的具体内容时 麻漆却声称 这是足足被被传下来的秘密 所以不可能透露出去 专家不肯放弃 对着债主麻金辉不断追问 甚至开始怀疑 这一切只是当地为了发展旅游 搞出来的噱头而已 就连麻金辉的小老婆 也是为了炒作胡编乱造出来的 面对专家的激将法 麻金辉彻底麻了 他一怒之下怒了一下 然后把咒语的全部内容说了出来 专家听完也麻了 本以为咒语非常灰色难懂 没想到就像顺口溜一样 难以想象 他竟然能够操控一段婚姻 可这些如果都是骗局的话 当地人为什么对此深信不疑呢 就在专家深入调查的时候 又听说了一件跟情谷有关的故事 据说曾经有一个汉族小伙子 顺着牌坝来到了苗族寨子 很快就喜欢上了一名苗族女孩 两人相识相爱成为了一对情侣 可小伙即将前往下游放牌 苗族姑娘舍不得心上人离开 可她又不会撒娇耍赖 于是就跟小伙偷偷下了情谷 两人分开的那天 姑娘依依不舍地询问小伙 你这一走多久才能回来 小伙声称短则一个月 多则三个月 姑娘就叮嘱小伙 最晚三个月你一定要回来 没想到小伙走了之后 很快就被外面的花花世界迷了眼 早就忘了苗寨里 还有一位姑娘等着她 结果三月之期一到 小伙突然感觉身体不适 她最终病死在了半路上 专家听完这个故事后恍然大悟 原来情谷不但可以让心上人爱上自己 还能防止对方变心 可这一切终究太过玄幻 心理专家对此表示 所谓的情谷很有可能是心理暗示 而故事中的小伙之所以会病重身亡 是因为两人分开之前 姑娘给她下了慢性骨药 那么大家对此有哪些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